AI工具不仅能让图片说话 还可以让图片唱歌 吟诗 先来看看效果吧 导入一段新的音频 先把刚才生成的视频下载到电脑里 再点击生成按钮 等待生成视频 大家好 我是AI Candy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开源免费工具 Side Talker 使用这个AI工具 可以让图片唱歌 说话 在这期视频里 主要介绍两种安装使用Side Talker的方法 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吧 春眠 不觉晓 处处 文体鸟 第一个方法是在线使用 进入的这个网站 把事先准备好的图片拖拉进来 然后 再找一段音频 拖拉进来 可以在这里测试一下 在橙色生成按钮上面有个选项 是对脸部优化处理的 需要选择 然后按Generate即可 这是千千万万万万万万千千个日夜 是我对你说不尽的思念 你的温柔为我无限的眷恋 哪怕岁月容颜已经改变 我有千千万万万万万千千个心愿 穿越人海会见你一面 世界分担与我经不起了波澜 你的存在才是一切美好 孙然 在恍惚之间度过一年又一年 第二个是安装到电脑在使用的方法 首先 我们进入到Site Talker的Github网站 安装到电脑里的方法 总共需要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安装Python 如果电脑里已经安装过了 就可以跳过这个步骤 进入Python官网 找到相应的版本 点击下载 然后按步骤 正常安装即可 第二步是安装Jit 在Jit官网下载 正常安装即可 第三步是安装Fonepack 进入官网 点击下载 这里 点击蓝色Windows图标 在下面的EXE文件位置 点击上面那个 进入到另一个页面 在这里 找到末尾式Zip的文件 点击下载 下载 下载完成后 解压缩到一个目录下 这个目录名称可以任意 重点是并目录下的这几个文件 这里需要将这个路径 设置到系统环境中 在键盘上按 视窗键 输入 Edit 找到环境设置 进入后 将路径 拷贝 再粘贴到里面 第四步 下载 Sight Talker 先拷贝连接 再建立一个目录 起名为Sight Talker 进入目录 在上方栏里 输入 CMD 回车 进入到 命令行窗口 在这里 将拷贝的连接 粘贴到这里 按回车 我们等待下载完成 当文件都拷贝完成 进入到Sight Talker 子目录 在这里 建立一个文件夹 起名 Checkpoints 点击 进入 拷贝这一行 在浏览器里打开 下载这里面的 所有文件 点击右上角的 Download All即可 注意 由于文件很大 会变成两文件 下载时 可能有提示 要点击允许下载多个文件 两个文件加起来 总共有3.5G 下载完成后 解压缩 将里面的文件都拷贝到 刚才建立的目录里 这些是模型文件 先拷贝第一个 再拷贝第二个 虽然 在SD里可以通过插件的方式 安装和使用 但是 时常出现错误 我们不建议使用那种方法 除非您的电脑配置真的很好 接下来 还需要下各复根文件 可以先建立一个各复根目录 也可以不建立 因为压缩文件里 已经有一个相同的目录名 注意 目录名要正确 同时 下载的文件也要拷贝到正确的目录里 下载完成后 先解压缩 进入子目录 将文件拖拉拷贝到各复根目录下 由于各复根力 已经拷贝过了 所以 会有提示 是否要覆盖 正常情况下是没有提示的 当所有文件都拷贝好 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 我们点击执行 web1.bat文件即可 当出现一个IP地址时 需要拷贝 在浏览器里打开 就进入到视频刚开始的界面 你所看到的 听到的 都是由AI生产 如果你喜欢我 请点击关注 我会教你很多有关AI的知识 或许有一天 你也学会了如何制作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AI模型 来帮助你解决一些问题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若有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留言 我是AICandy 欢迎点赞加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 咱们下次再见